随着SUV的热销 这让各大跑车公司也争相进入到该车型的市场领域 看到保时捷卡燕的巨大成功 兰博基尼也开始眼红 逐渐开始推出首款SUV车型兰博基尼EURUS 将于今年12月4号在意大利正式亮相 并于明年移入国内 有外国媒体曝光了一段兰博基尼EURUS的上路视频 从外观上看 兰博基尼EURUS采用了家族式设计 车头下方左右两侧有两个超大进气口 看起来十分犀利 引擎盖上还有两排三气格山 酷极了 兰博基尼EURUS的侧面硬直线条非常多 这样就显得十分的有肌肉感 足足有22寸的五幅式合金轮毂 彰显出它的霸气 车尾采用了溜背式的造型 造型犀利的尾灯贯穿整个车位 尾灯采用了LED光源 体现了不亮则已 一亮就是颜值更上一层楼的感觉 此外兰博基尼EURUS还采用了双边供出巨型排气 处处都显得出跑车风格的高大商 在内饰方面兰博基尼EURUS也很棒 依旧承袭了兰博基尼家族式战斗机舱的风格 基本上的按钮都用触摸屏来替代 这可不是一般的好 简单却不低廉的内饰看起来仍具科技感 三幅式多功能方向盘采用屏底设计 不仅如此 方向盘后方还有两根向肋骨的换挡拨片 还有全液晶的仪表盘 也是带着浓浓的跑车味 在动力方面看 兰博基尼EURUS配置4.0T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高能爆发出660马力 对此小编都惊呆了 不过兰博基尼EURUS虽然作为兰博基尼的首款SUV 价格相比同品牌的其他产品要低得多 但133万的价格也不是一般人能负担得起的 大家也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重态上了 不过对于土豪们来说 这么帅的兰博基尼EURUS还等什么呢 抓紧入手吧